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按比例 我们智慧一点都不少 可以说是最聪明的猴类之一 所以我就说我们是小猴子大脑袋 大脑袋啊大脑袋啊 介绍一下我们的伎俩啦 等我动动脑筋想想先 我们会运用不同的叫声来互相沟通 或者向同伴发出警告 还有我们会将VV查在手里 利用气味去霸领地 哎呀 字眼圆来派麦皮虫啦 不说着 洗手吃东西先 我们是杂食性动物 水果 坚果都是我们的日常食物之一 而麦皮虫是我们的自爱 一派呢我们就很开心的了 呢 我觉得我们很漂亮 因为我们的模式配搭好咯 好像背部 手脚等等 是橙色或者黄色 口和鼻敏就是黑色 面颊和颈背纸两侧有白色 我们有长长的尾巴 在坐和睡的时候 很多时会将尾巴卷到包住身体 配合我们娇小的身形 虽然我们的尾巴就不懂得挡树枝来拼 不但帮到我们在日常活动时的平衡 我们除了大脑袋 其实还有大 大眼睛 大耳朵 Bling Bling 我们视力很好 可以分辨不同的颜色 容易找到森林里面不同的水果 刚才不是说我们一点都不common 除了外表有特色 还有 就是我们没有爪 而是有指甲 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像人类呢? 多给大家知道 我们喜欢在日头活动 亦是群居动物 通常都是十至三十只一起活动 我们多数住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 虽然现时未至于贫磷绝种 不过过分的森林坎伐 都会令我们的数目大减 我们一家四考住在香港共植物公园的松鼠猴 无论爸爸妈妈或两兄弟 全部都是 小猴子 大脑袋 小小的宇宙 赢力的宇宙 迟寒 ти Brew 眼红 有话 拔